等我來這裡 忙忙 來 兩位 忙忙一點 我先去看看 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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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可以 OK OK 好 好好 好 OK 好,這邊有東西 謝謝 這邊來一張,不好意思 好,OK 準備一、二、三,再來一張 這裡 好,OK,好 我們開始了 好,那我開始 你先 各位記者朋友,大家早晨,新年進步 我們民建聯繼去年進行了 港人對2017年的迎接新一年把握新機遇的民意調查之後 在2018年的年尾我們再進行了同類的調查 亦都了解市民在2018年個人和社會發展的情況 以及對新一年的期望 我們期望透過今次的民調 就反映市民的生活狀況和施政情況 亦都令到政府當局能夠審時度勢調整各項的施政措施 積極和靈活地應對 例如中美貿易糾紛等等各種不明朗的因素 去穩定社會和經濟 並且同時適時推出一些利民紓困的措施 去改善市民的生活 今次我們的調查主要圍繞兩個範圍去進行訪問 首先就是個人的整體回顧 在這一部分我們用評分的方式 去比授港者對自身的家庭關係 朋友關係 經濟狀況和是否開心進行評價 或者我先交給我的同事 我們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鄭明信 跟我們介紹一下這部分的調查結果 謝謝Vincent 好 謝謝周浩鼎議員 各位全部朋友大家早晨 首先2019年祝大家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也感謝過去一段時間大家的工作 就好像周浩鼎議員所說 我們先講了我們那個調查的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講過個人和家庭方面的一個調查 大家都看到收頭上都有個調查結果 我就不細緻講 還有我想大家可以翻閱最後那頁 是比較容易去看的 最後最後那頁有一個叫第一部分個人整體回顧 我們主要有四個問題 第一就是問他和家庭之間的關係 我們看到其實2018年和2017年都有少許分別 在整體家庭的關係是好 如果我們用一分到五分去給分的話 那就是比四分的人和五分的人是多了 三分亦都多了 整體是3.97分 去年3.87分是高一點的 那另一方面跟朋友的關係 那也都是 看見五分和朋友之間的關係是好 比五分的也有明顯的上升 那三分也是 整體是突破到四分以上的 4.07分 比去年3.99分也高的 那第三就是個人經濟 我想很多人都很關心 就是今年自己的經濟狀況 究竟會不會是手頭比較鬆一點呢 那給五分的人明顯地有一個挺大的升幅 大家都看到是19%去年 去年的19%到今年26.7% 那整體平均也都去到三分 那也都高於去年少許的 那最後就是那個開心的 即是所謂開心指數 即是去年 我們問他 你今年覺得是不是開心不開心呢 那也都是比去年有些的進步的 即是去到3.52分 那比2017年3.38分是為高 那特別是比五分的人也是高了 那等一會兒我就會再詳細說一下 我們就有這個調查的一些看法 好,謝謝Vincent 那第二部分就是關於我們 也都請受訪者 是對2018年香港社會 進行了整體的回顧和19年的展望 我們分別選取了香港社會的政治環境 經濟表現 香港和內地的關係等的民生問題 是進行了調查的 那我們今次的結果就發現 有39.8個百分比的受訪者認為 2018年的香港的政治環境是複雜和很難評論 那認為分化的呢 就有20.4個巴仙 認為和諧呢 就有16.7個巴仙 認為激進暴力的呢 就有11.2個巴仙 這裏呢可以跟大家講一句呢 就是我們看到呢 認為分化或者認為激進暴力呢 都基本上那個 受訪者認為這方面的數目呢 都是少了的 那認為和諧的呢 相對去年來講呢 又多了的 就是多了人認為社會是和諧了 那我想這個呢 都是一個比較正面的一個情況啦 那至於呢 香港2018年的整體經濟表現的評價呢 有33.8個巴仙的受訪者形容是中規中矩 有22.8個巴仙的受訪者形容是停滯不前 有13.7個巴仙的受訪者形容是經濟衰退的 那另外呢 就有11.2個巴仙的受訪者形容是穩中求進啦 還有5.3個巴仙的受訪者形容是充滿機遇 至於呢 就去到香港和內地關係的評價啦 有26個巴仙的受訪者是認為呢 香港和內地之間的關係呢是緊密的 而呢 有5.7個巴仙的受訪者認為呢是融合啦 有22.6個巴仙的受訪者認為是抗拒的 有13.9個巴仙的受訪者認為呢是梳利 我們都請受訪者呢對未來2019年呢進行一個預期的評估啦 其實呢有34.4個巴仙的受訪者呢是擔心會差過2018年的 這個是講一些經濟方面的一個情況啦 那麼呢就有20.4個巴仙的受訪者認為呢是一定好過2018年 那麼最後呢就是受訪者認為呢2019年呢最需要解決的一些民生的問題呢 就分別是樓價高企啦這個有21.7個巴仙 養老保障都有18.4個巴仙 政治爭拗有15個巴仙 那麼改善打工仔的待遇呢有12.7個巴仙 加快經濟增長呢有11.5個巴仙 另外貧富懸殊也都有9.4個巴仙 那麼接下來呢我也都請鄭榮迅再跟他們講一講一些 我們今次根據調查結果的進一步分析好嗎 謝謝Vincent 好 麻煩你Hoden 剛才也有講到就是我們分開了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個人的那方面的 那麼我們都就是進一步的分析都覺得 我們都欣喜見到我們整體香港人是開心了的 也都是跟家庭的關係 以至到朋友的關係也都好了 那麼我相信這個大家都是想見到的 特別留意到我們其實這個調查 也都不是在這個聖誕節之下做的 也都是在聖誕之前做的 但是相信大家這個聖誕節 都很多機會可能或者是新年 都跟家人相處了 那麼我們當然是希望整體 香港的家庭朋友的關係是越來越好 那麼這個我們是開心見到的 不過同一時間我們都留意到 在那個經濟方面 雖然就說是夠用的是多了 但是其實非常之不夠用的 其實那個數字是跟往年是相約的 是去到25.1% 即其實就是基層的家庭 基層的市民面對困難的情況 仍然是嚴峻 貧富懸殊的問題是仍然未解決的 那麼所以我們仍然是要繼續努力 改善民生推動經濟 那麼至於 那麼希望我們 今年也都繼續 心理質素 以至到開心指數也都高了 那麼另一方面 我都說了那個對政治環境的評價 好嗎? 那麼對政治環境的評價 我們都在調查反映 認為我們本港和諧的受訪者 大幅了上升 認為激進暴力也有大幅的下降 那麼在這個此消比獎之下 就是在受訪者對2018年的整體政治環境 是遠較2017年 是持正面樂觀的態度的 那麼我們認為 其實這個是反映了市民 認同特區政府和立法會 在2018年的努力 令到本港的政治 回歸回一個理性務實 以至是更加努力推動經濟和保民生的施政理念 包括了其實我們都看到去年 其實都做了很多推動民生的經濟的事情 包括了在教育裡面 是落了一個很大的蝙蝠 加了很多經常性的開支 50億 以至到尼德稅兩級制等等 那麼也都有一系列的 就是在特首的一系列的民生的改善工作裡面 都一直在推動著 而另一方面在立法會那裡 其實過去我們都作為 剛剛今年進來的新人 也都感受得到 就是應該在那個申請撥款 以至推動的撥款方面 也都是暢順了的 也都是因為採取了一個叫先而後難的方法 也都令到施政是較為容易 那麼另外呢 更加重要就是 也都是修改了議事規則 改善了立法會的運作 也都令到大致上是恢復了 審議事項的功能 就讓市民令到覺得 立法會是可以一步一步推動 多一點的不同的撥款 多一點的經濟民生的發展 那麼另外呢 聽到有講到 在那個激進暴力的大幅下降 我們相信呢 即是法定對於佔中 旺角暴動 襲警暴動等等 這些事情都有作出了一些判刑判決 那麼呢 也都清晰地說給社會知道 違法達爾是要付出一個承擔 一個代價的 那麼也都令到激進暴力的思想 是不在意之掌的 好好好 好 好 麻煩您 那我再講一下 對經濟環境 和香港和內地之間的關係的一些分析 那麼我們看到呢 其實如果在政治環境方面 我們見到整體來說 受訪者都是比較滿意 2018年的整體的政治環境 但是呢 對本港的經濟表現來說呢 是感到憂慮的 大家看到呢 就是雖然都有三成四人左右 認為2018年的經濟表現是中規中矩 但是呢 認為停滯不前的呢 雖然都有下降 但是認為充滿機遇 或者穩中求中 這種正面刑架呢 是相對低了的 那麼我們見到呢 就是這個可能的因素就是因為 我們見到已經出現了中美貿易糾紛 以及其後我們見到呢 樓市和股市也都有回落的因素是影響的 從而影響到 港人呢 對於整體的2018年的經濟表現的那個看法 而呢 我們看到呢 這種比較消極的看法呢 可能有機會呢 會延伸到去2019年的 那麼我們都看到有一條問題呢 就是他們回答呢 就是說呢 有三成四的受訪者是擔心2019年的整體經濟狀況呢 是差過2018年的 所以這個呢 都真的要值得我們去注意 但我都相信可能真的跟中美貿易戰那個延伸出來的關係和影響 就香港和內地之間的關係呢 我們見到這次2018年受訪者的看法和2017年比較呢 是有一定的差異的 認為緊密的那個看法的變化呢 就不大 不過呢 分別在融合啦 疏離啦 或者抗拒 這三個不同的看法當中呢 都有顯著的變動 不過呢 我們在問卷裡面呢 就沒有能夠細問到的原因啦 所以 這個變動究竟是正面或者是負面這樣說呢 我們都未能夠即刻這樣下到準確的定論的 但是呢 我們可以看到呢 就是 我們看到呢 現在呢 我們那個緊密的數據呢 變動不大 但是都有輕微的上升 融合呢 就有一個一定程度的下降 但是呢 我們看到呢 疏離 感覺疏離呢 也都有同樣是大幅減少的 也都值得大家看看呢 就是說 表達在這條問題上 表達沒有意見的受訪者的比例呢 也都大幅上升 我們其實民建聯有個初步的看法呢 就是認為呢 其實香港市民是普遍已經認同 也都接受呢 是香港要跟內地呢 是繼續緊密的聯繫 所以 表示緊密聯繫的那一項目呢 是不會有太大的變動 那麼 兩地那個合作交往過程裡面呢 可能有機會會衍生到一些的挑戰的 例如說 早前呢 我們見到 由於港珠澳大橋的開通呢 導致到有過多的旅客 可能比如說去到一些的社區 包括東涌啦 或者可能是近年我們見到 例如土瓜灣或者紅磡居呢 也都長期面對大量的內地旅客 造成一些迫爆的場面等等呢 其實這種情況是有機會會影響到市民呢 對於內地的那個觀感的 所以呢 眾言呢 可能是香港市民都接受和知道呢 是香港和內地方面會繼續緊密的聯繫 合作啦 但是由於這些個別的問題呢 都會有機會影響到內地關係的看法 所以呢 我們都見到今次那個問題裡面呢 也都有機會 沒有意見的人也都可能有機會會大幅上升 但是整體來說呢 這個都只是我們一個很初步的一個看法 我相信呢 日後都要繼續去細問那個原因呢 才可以再有更加準確的判斷的 那我再交給鄭榮迅幫我們講講 我們因為今次的調查結果有些建議好嗎 好啊 謝謝你 那我們再講一下關於我們整體的建議 就是呢 我們2018年呢 走了一年了 大家都很努力的 我相信不論是特區政府 立法會 香港人呢 都很努力 希望呢 就是努力推動經濟 改善民生 其實都做了很多的工作 但是我們感覺到呢 就是剛剛開始了 那其實還有大量的民生的工作 等著我們去做 經濟的發展等著我們去做 那而我們在調查裏面呢 特別留意到呢 在房屋方面呢 似乎是香港人呢 仍然是最關心的 那大家也都見到 剛剛土地專家小組呢 也都作了他的報告 那也都特區政府 在過去一年呢 也都做了不少的措施 是希望呢 不論在樓價方面 以至到分配方面 都重新去處理的 但是我們覺得仍然是不足 房屋似乎呢 都 我們很多事情呢 都是聽了而已 全部都是一些 說法 意見 想法 但是呢 實質在執行的時候呢 其實都沒有太多的 具體的實踐的經驗的 所以呢 我自己個人覺得呢 即房屋都仍然是 重中之重 我自己很期望呢 2019年呢 是 在房屋裡面呢 是有多些 不同的措施去協助的 那我就不一輩子說了 但是呢 我就很期望呢 是土地專輯小組 那份報告呢 是公佈了之後呢 特區政府呢 可以呢 盡快呢 是回應報告內容的建議 以至到呢 如何設實執行多些的前期工作 希望呢 是可以加快呢 推動呢 就是找多些的土地 以至到呢 興建多些 不同類型的房屋了 那另一方面呢 也都我自己 過去都非常關心的 過度性房屋啦 那我自己期望呢 去年呢 都講足一年了 那究竟今年 是不是真的有些東西 是可以實質 是起了出來 給別人可以住 又或者呢 真的可以等待大家有個盼望呢 那我自己也都很希望呢 特區政府呢 是可以有多些積極的回應 那第三呢 我亦都留意到呢 就是特區政府最近呢 就剛剛早幾個星期呢 就剛剛早幾個星期呢 講到關於那個公私營比 七三比 將六四改成七三 那我想呢 就是這個我們是歡迎的 但是 我們同一時間呢 都擔心的 其實呢 我們見到過去 我們見到呢 其實在六四比之下呢 其實接下來十年呢 仍然呢 是欠缺四萬個公營的單位的 那你現在只是把它改成七三比 那是不是代表那四萬個公營的單位 就可以切實解決得到呢 我就未見到有任何的方法的 所以我希望呢 特區政府也都可以呢 是積極回應 究竟七三比之後呢 如何將一些的私人土地呢 是可以呢 興建多一些的公營的房屋了 那另一方面呢 我們都在我們二三四項那裡 二三項呢 特別都有提到 關於所有的安路政策 我自己特別留意到 關於醫療和安老呢 仍然呢 是做得不夠的 那我希望呢 特區政府不論在 安老方面的安老院舍 以至到呢 醫療呢 等到輪候的時間 是可以減少 大家都有留意新聞 這幾天呢 其實呢 在公立醫院呢 輪候急症的時間呢 也是很長的 這個是未解決的 那我也都希望呢 特區政府呢 可以積極努力去處理了 那第三呢 我想呢 周浩定都會多說少少 就是關於旅遊 旅遊發展那裡 那剛剛也有說到 就住 那個融合方面呢 一定是會遇到一些的問題 一些的挑戰和困難的 那就以東沖的 港珠澳大橋為例 或者土瓜環都是一樣的 那我自己期望 這些問題呢 其實透過 特區政府的努力 積極行政的措施去處理 其實是可以 減輕到這些問題的出現 所以我自己也都期望 特區政府在 來年的時候呢 也都很好去處理 就是中港融合的問題 我昨天呢 就看過入境處呢 在這幾天呢 是出入境的數字 那其實呢 都不少的 我們呢 都留意到呢 在十月三十一號 其實呢 是有入境的人呢 是去到六十一萬人 出境呢 是去到五十萬人 那其實呢 這兩個數字呢 其實大部分 都是說回內地的 高鐵呢 也是入境去到五萬六千人 出境去到三萬多人 其實呢 就是兩地的融合 現在都是很努力的 那在這麼多的人流之下 究竟怎樣妥善去處理 兩地的關係呢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之重要 特區政府呢 一定要妥善去處理 而減輕這些的中港矛盟 好 那我就只要再補充少少了 就是關於那個 應對旅客的那個問題 那過去我都一直都要求呢 政府呢 港珠澳大橋的香港口岸呢 在聖誕假之前呢 我們見到呢 都在香港口岸 至少都還有六個店鋪呢 是未開的 那政府當時呢 在立法會的經濟事務委員會 就回答了我呢 雖然這些店鋪的招標程序 已經開始了 但是呢 看來是還未完全拍板的 那我都是叮嘱政府呢 他們應該盡快 將香港口岸呢 這個的零售配套呢 盡快去開展 那這些店鋪也都不要在那裡 應該是給那些旅客呢 如果他們要買東西購物 就在香港口岸可以處理土 那它就未必需要再湧出去 東涌或者去不同的社區 特別是香港口岸呢 本身大家知道呢 它的上蓋發展呢 自從2015年 是做過一次整體的公眾參與之後呢 是一直放在櫃桶底 政府是沒有拿過出來的 那我希望政府呢 盡快啟動回這件事情 將整個港珠澳大橋的 香港口岸的上蓋配套呢 發展好 因為呢 只有這樣呢 才是最有效地應對到旅客 他們要消費購物 他們可以在香港口岸完全處理 那我相信呢 會有機會呢 進一步應對到 我們那個旅客的擠迫的問題 那另外呢 那我亦都提出了呢 就是說 在關於中美貿易戰那裡 那我亦都是 我們都有一些建議給政府呢 就是說 應該呢 就是重推特別順貸保證計劃 這個都是給我們過去的中小企啦 那這一種呢 是進一步優化的措施 就是應該說 就是保費更加低 保額好些 還有更加長的保期的貸款保證計劃 那這都是確保呢 可以給中小企呢 過渡這一段的時間 去應對好中美貿易戰 有機會產生的一些影響 那我想我們 整體來講 那個調查和那個建議都差不多 那我或者 這個時候開放給一些記者朋友 看看會有些什麼提問 好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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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同意 周浩鼎的說法 我想我和周浩鼎 都是首當其衝 感受最深的 特別在東涌 至近期 土瓜灣的情況 就是 在面對兩地融合的時候 其實我們整體 一定是歡迎 旅遊業的發展 其實我們香港都是 這麼多年 都其中一個重要的支柱 所以我們是歡迎旅客的 但是怎樣做好一個安排 分流 讓更多的旅遊點 其實是很重要的 大家都明白 我最近都會在土瓜灣那裏 見到很多旅客 其實我覺得整體內地很多的旅客 其實他們都是禮貌的 但是 當同一時間有幾百 幾萬人 一萬人在一個小社區裏面 對於居民來說 一定是會想說 這樣會不會影響了我的生活 起居等等 一定會令到他們會有些擔心 所以 究竟怎樣是可以做好一些配套 特別是 周浩鼎說 怎樣發展旅遊 在土瓜灣 怎樣可以做多一些 在這個郵輪碼頭 搞好郵輪碼頭 郵輪碼頭是沒有人的 反而就 逼爆土瓜灣 做多一點點 這方面的工作 其實都有助 減輕這些矛盾的 其實我自己覺得整體 其實現在兩地都 兩個地方都是大家交流很多 其實香港人都很認識 內地不同的城市等等 反而做好一些行政的工作 可以處理到有關的問題 不錯 阿貝亞 是 在政治情況上 看到數據成論很複雜 很難評論 數據都有上升 是否因為那年 以前沒有發生過的 或者是更加多 十分化的支援 或者是 連立法會議員都 再參選都不能再參加 是否不能再參選 是否令到情況更加複雜 還有剛才你提到的 香港的脈群 那道理 是否只是用這些政策 就可以解決到那些市民 好像不太想融合 或者是放拒的程度 是多了 還是中港之間的一些 價值觀上的問題 因為最近我調查 說是對中國人的 根本不可以坐身低 我先說第一個問題 我自己覺得 如果有人問你 你對於香港的政治環境 你的看法 其實真的不容易回答 心情都可以很複雜 每一年發生這麼多事情 當然有些很開心 有些見到一些進展 有些覺得有些擔心 所以很複雜 或者很難評論 是很正常的 有三成多的人 他有比較中立的意見 但是我想特別強調 我們留意到 和諧指數 是真的高了很多 16.7% 是高去年 足足10% 接近10.8% 一倍那麼高 而激進暴力 也是減少了一半 我相信 這是一個很清晰的表達 就是大家都會覺得 在2018年的時候 相對起是暢順了 亦都在一個政治環境 特別講政治環境方面 相對起是和諧了 剛才也說了很多的原因 包括了特區政府的工作 立法會 以至香港人都很努力 大家都希望社會整體 都是去一個理性務實的方向 所以我覺得這個指數 都是挺有指標性 沒錯 我只是補充 都看到過去 我們曾經都觀察到 香港有段時間 很多朋友都會看到 覺得好像香港很分化 但如果我們看一下 今次的調查結果 感覺到香港還是分化的人數的比例 其實是比去年又少了 我們看到 即今年是20.4% 上一年2017年 都還是25.1% 我覺得這個 都是一個可以大家看到的指標 可能現在的而且確 我想特區政府也好 或者我們整體的社會環境來講 都相對是和諧了 亦都令到少了人覺得香港社會是分化 我覺得整體來講 這個我相信都是一個正面的訊息 好 繼續 我想問有關是否遊行 因為政府昨晚有發言 曾經說民進沒有聽訊 沒有勸諭其他參加者 沒有去中營的前置 去進行任何違反基本法的活動 例如宣揚港服 其實覺不覺得這一個就是民陣的責任 他們是否應該去勸諭他們離開 還有在場都有警察在這裏 民陣的說法就是警察應該在當時就失法 對於這樣你們有甚麼回應 我想根據昨天的情況觀察 第一民陣作為一個主辦的遊行單位 當然有責任應該要提醒那些參與者 要跟規矩去做事 這是第一點 但是第二點我們都看到就是 似乎有些宣揚港獨的組織 基本上是完全不跟規矩的 就這樣就可能想衝進去東疫前地 見到有些新聞看到又出現了 一些和保安出現的身體的碰撞等等 其實這些情況大家不希望看到 亦都不希望發生的 特別都再三強調 政府都已經再三出聲明 其實違反基本法的一些所謂 宣揚港獨、宣揚分裂國家的行為 更加就不應該闖入去東疫前地那裏 政府都再三有這個表明 我希望日後那些團體自己都應該要明白 這些規矩和道理 我想市民都是明白這件事的 特別是我相信就是說 大家都不希望看到 第一衝擊的情況又不希望出現 衝擊可能和一些保安有機會 衍生一些身體的衝突 大家又不希望看到 第二就是其實那些違反基本法 或者違反一國兩制的一些主張 我想大部分香港市民都不希望看到 我想要搞清楚這一點 對於香港市民都不希望 對於香港市民的關係 對於香港市民都不希望 對於香港市民的關係 而香港市民都不希望 對於香港市民的關係 對於香港市民都不希望 多數不希望 including Dong Chong, and that actually triggers some problems and people have grave concerns. And I think that might actually affect people, Hong Kong people's perception towards mainland. But I think going forward, what we should do is the government should carry out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look after these sort of problems. For example, to make sure that the tourists, they can stay at the Hong Kong border on the Hong Kong Chuhai Macau Bridge. They can do all their shoppings and retail there. They don't have to all flock to different neighborhoods. And I think that can alleviate the problems. And to answer your second question, I think from our observations that some people or more people believe that we would have a sort of a wor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2019 if you compare to 2018. And that might due to the reason of the U.S.-China trade war, as well. So I think we urge the government to take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look after that, especially to look after the interest of the small to medium-sized enterprise. Is there anything specifically that you're going to be doing? Well, I think one of the suggestions we do is is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launch a sort of new package on the credit guarantee scheme that would allow the small to medium-sized enterprise to have a better protection. So that is one of our suggestions to deal with the U.S.-China trade war. Well, it's always a challenge in between the integration, in between China and Hong Kong. And as we see, as Holden just mentioned, that no matter in Dongchong or in Toh Kua Wan, we're all facing the issues of travel and a lot of tourists stay around in the district. So it makes a lot of difficulties in between the livelihood issues. So it's definitely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should do more to tackle those issues, especially in livelihood issues. And in other suggestions that we said that in coming 2019, we know that Hong Kong people are still really concerned about housing problems. There's not enough at all. So we urge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more housing units, especially we know we notice that the housing group has provided a report. We hope the government had react what the report said shortly. I want to ask a question. Yes. ちょっと question. Go ahead. You know even the details about the economic and domestic and cultural options. 銘价が高さな要求. By saying that of the same production, that in government has historically adjusted to theelaide direction. And on the sameodynamic、 Also the Walk Of S altre 18 business plan, what you thought about is the side of the decision and what we do today Well, the second ill Straßen Takto are reallyriages, is made to approach the government's country reports. 不如我回答了身份認同 或者土地那裏鄭英信會多回答 關於你講的過去有些個別的調查 講到身份認同的問題 因為不同的調查 他們用的方式我們也未必很掌握 所以很難評論每一個出來的結果 不過我只能夠講就是我們其實都見到 我相信其實大部份的香港市民也明白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和內地之間的合作 和緊密聯繫的關係只會繼續加強 但同時我們也知道特區政府 我們都要求他們繼續做多些關於基本法 或者我們自己國家憲法的教育 希望進一步了解到香港在國家底下可以發揮到的作用 現在我們國家也有大灣區的發展 而現在特區政府也在做很多關於推廣大灣區 或者香港怎樣在大灣區裏面參與等 我覺得這方面的工作都可以繼續去推廣的 但整體來說我想都是那句了 過去就是當我們面對香港和內地之間 有時一定會有些機會出現挑戰矛盾的時候 我們是想怎樣去處理這些挑戰 如何處理好這些矛盾 但我們就不是將這些矛盾去將它化大 或者將它挑動這些矛盾 我想要搞清楚這一點 那土地方面我等下鄭用信說一說 好 就住土地方面 民間聯過去一直都提倡是多管齊下 亦都有短中長期的土地供應 我自己特別留意到 其實過去一年的特區政府 主要提供的房屋政策 都是就住在公私營的比例 以至到在價錢上 包括了居屋的定價 是做了工作 但在供應方面 始終完全未能達標 供應方面 其實主要的原因就是土地不足 所以我期望新的一年 特區政府在供應方面做足一點 就住土地專責小組的報告 首先我們要感謝土地專責小組 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的努力 其實這個報告 雖然我未很細節可以看完 但也知道過去在民間裏面 做了很大量的諮詢 收集了很多市民的意見 所以其實是一份 是有充分的認受性的報告 所以特區政府 其實應該要重視這份報告的內容 至於提出裏面當中提出的方案 其實我們覺得方方面面 大致上都認同 亦都覺得值得有所研究 不論是在東大嶼的填海 以至到棕地的發展 以至高爾夫球場的運用 這些都可以做一些 應該要馬上做出一些回應 以及做一些前期的工作做研究 當然主要 特區專責小組的報告 都是說民間的意見 在實質執行裏面 一定會遇到一些挑戰 例如 如果真的要發展高爾夫球場方面 究竟交通配套是否足以承受得到 未來可能會多不少的人居住在那個區 以至到各方面 棕地的收地的過程會怎樣做呢 這些都要 特區政府是要做一些前期研究工作 但整體我們期望是加快的 不能夠意義不決 希望盡快可以做了 好 接著 是 因為整個民陣沒有勸勸他們 這是不是民陣的大陣呢 第二 如果是在場的警方方便應該執法呢 我想這樣說 第一就是民陣 我都是再三重申 他作為一個主辦單位 如果政府方面已經對他有一些勸告 當然最好就是民陣自己作為主辦單位 他應該響應這些呼籲做一些他應該做的工作 包括也希望參與者跟規矩做事 我覺得這件事 經過這次 我希望他們也能夠了解和明白的情況 好 看看還有沒有問題 看看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好 如果沒有就差不多了 我們再拍一張照片 如果大家需要就再拍一張照片 我們再拍一張照片 差不多了 如果有需要就再拍一張照片 如果沒有就OK 我們先會 Catholic Poland 讓大家拍照片 這就是那個人